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福州三元殿金匠嫩涕到家中制作金银首饰 嫩涕记忆娴熟 很快就替于家打造了36件金银首饰 巧制了一只龙凤金耳耙 这只龙凤金耳耙盘龙腹凤 玲珑细巧 光彩夺目 令人见了 赞不绝口 假期到了 这一日 于是父的包姐带了儿子陈明亮一清早就赶来贺喜 他对师父说道 弟弟 贵乡出嫁 阿姐佳平 无甚馈赠 只有阿亮手上带着一只祖传的血蛙玉琢 是我过去陪嫁之物 今日送给贵乡 聊表心意 当下陈明亮取下玉琢 给了表妹 贵乡又高兴又感激 便上前向姑母 表兄施礼道谢 结婚这天 杨家玄灯结彩 大半沿袭 迎接宾客 五排十分 在古月声中 一顶花轿缓缓进了东张 花轿后面 跟着一长串的庄帘 足足有半里路长 看热闹的人山人海 夸赞之声不绝于耳 就在这人群之中 有个名叫史文龙的 浮清海口人 是个贯道 他听人夸说 架壮里有三十六件金银首饰 和龙凤金耳耙 就垂涎三尺 花轿抬进杨家 史文龙也尾随到杨家门外 当他听说杨家宴请宾客 不论亲书相邻 只要备份博礼 皆可入席 便心生一计 走到贺仪房里 向帐房先生说道 有劳先生 贺礼在此 凡请收下 账房先生打量了一下史文龙 觉得并不相识 疑惑地问道 敢问客官 不知与杨家是何缘分 史文龙一本正经地答道 先赴龙一飞 与毕昌伯乃是世交 小侄龙文史在外经商 今日回来洗逢 一清兄燕耳家妻 特来贺喜 说罢 地上贺仪一包 账房先生接过 在贺仪不上记下 第663号龙文史 入夜 喜气洋洋的杨家 堂上堂下 灯火辉煌 酒席上杯盏交错 猜拳贺令 笑声震震 史文龙坐在花厅角落 那双贼眼滴溜乱转 挤到菜后 暗乡间俗立 新郎杨一清 跟在父母后面 正一桌一桌 在向宾客敬酒 史文龙不免心惊 在杨碧昌夫妇来到之前 他假托截手 悄悄地离桌而去 此刻 洞房里只有新娘 桂乡一人闷坐床檐 他本想掀开大红头盖 看看洞房里的摆设 但想到乡间风俗 只有新郎才能揭开新娘的头盖 便忍住了 就在这时 他仿佛觉得有一个人影上了楼 他想掀盖看看 又觉不变 想喊 又觉得不好意思开口 心里七上八下的 很是不安 过了许久 酒席才散 新郎杨一清满面春风 走进洞房 正要揭开新娘的头盖 只听新娘羞怯地问道 官人 楼上可有住人 杨一清缩回欲要揭盖的手打道 楼上堆放杂物 并无人住桂乡抖起恐惧 说 刚才仿佛有人上楼 杨一清嗷了一声 就屏竹寻上楼去 桂乡正忐忑不安地坐着 忽然听见楼上哀了一声 许久不见动静 一会儿 新郎又屏竹下楼 桂乡惊慌地问道 刚才为何哀了一声 新郎知悟道 这楼矮传低 头碰到瓦传 因此哀了一声 桂乡信以为真 没有再问 于是新郎替他揭开头盖 便就寝了 新婚之夜 儿女情长 自不必说 鸡鸣头变 新郎爬了起来 桂乡体贴地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 新郎故意吞吞吐吐 装着难开口的样子 说母亲过于多心 担心媳妇将贵重的装帘收藏不妥 桂乡是个聪明女子 听话之音 她就把一个装有36件金银首饰和龙凤金耳巴的红箱子递给新郎 说道婆婆意思 媳妇明白 也理应如此 新郎喜出望外地说 天色已明 我就送交母亲宝藏 说完 走出门去 第二天是妙见之期 眼看日出高墙 还不见儿 习前来拜见 杨碧昌夫妇就亲自来到洞房 问桂乡 乙青是否还没起来 桂乡失礼答道 她早已出去拜见双亲了 杨碧昌说 没见过啊 桂乡又接着说 她还带了金银首饰和龙凤耳巴 交给母亲代为保存礼 杨碧昌夫妇一听此言 叫声 不好 赶紧派人四下寻找 直到晌午 还杳无踪迹 弄得一家上下 人心惶惶 新娘桂乡格外惊慌 午饭前 呼听楼上惊叫一声 随即有个人滚江下来 一看 原来是邻居阿九 阿九这几天都在杨家帮忙 此时上楼取悟 发现新郎杨一青死在血泊之中 吓得惊恐万壮 杨碧昌夫妇听了早已魂飞魄散 冲上楼去 暴湿痛哭 哭了一会儿 杨碧昌夫妇忽然抬头见到 脸如死色的桂乡 就盘问他昨夜与新郎可否同房 知道不知道新郎被人杀死 桂乡心里暗存 昨夜与自己同房的 肯定不是新郎了 但这样的是怎么说的出口 因此 只是哀哀地提哭 杨碧昌心中怀疑 一再追问 桂乡总是吞吞吐吐吐 这样 杨碧昌就认定桂乡串通肩夫 道才害命无疑 要拉他去见官 桂乡只喊着冤枉 却说不出冤枉到底在哪里 杨碧昌把案告到扶清县衙 知县张孝一听说出了命案 不敢怠慢 立即升堂 杨碧昌一口咬定 桂乡串通肩夫 谋财害命 张孝派武座前往东张验尸之后 证实新郎雀系被杀 便贺令桂乡从十招来 桂乡哭道 官人被杀 奴尾时一点不知 望大人高悬明镜 洞察秋毫 知县张孝连声冷笑道 洞房之夜你可曾见过丈夫 金银首饰和龙凤金耳扒 可是你亲手交给他 又是亲自送他出门的 桂乡点头承认 张孝接着说道 既见过丈夫 又给了金银首饰 并送他出洞房 那为何新郎却被杀死楼上 桂乡被问得瞠目结舌 答不上来 张孝怒道 洞房之内并无外人 新郎被杀死楼上 必定是你与奸夫同谋 不然又作何解释 随即贺令攒指 将桂乡的手指 用五根小木棍夹紧 痛得他浑身冒汗 摔到膛上 戴在手上的血蛙浴浊 也跌落在地 张孝瞧见 问道 这是何物 桂乡有气无力地回答 血蛙浴浊 为何只有一只 这一只是表兄所赠 张孝又问他表兄姓名 家住何处 于桂乡只得一一回答 谁知张孝听后奸笑一声 立即派造一居拿桂乡表兄陈明亮 表兄陈明亮家住扶清西门街 不一会 造义就把他拘到堂上 知献张孝劈头鹤道 大胆陈明亮 竟敢与表妹余贵相通奸 盗去金银首饰和龙凤金耳爬 又杀死杨益青 狗胆包天 快快从十招来 陈明亮恶然伴赏 不知所措 随即大喊冤枉 说明绝无此事 张孝冷笑道 张正在此 还敢狡辩 随即拿出血蛙玉琢给他辨认 陈明亮说道 这是家母给表妹添香之物 怎算是通奸罪证 张孝道 桂乡说是你所赠 你说是母亲所赠 前言不对后语 看来不动大行 你是不会招的 说罢贺令将陈明亮重打四十大板 陈明亮被打得皮开肉绽 疼痛难当 只好胡乱招任 贵相也被强拉着化了口供 这非来横祸 于是父姐弟连做梦也不会想到 急得他们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金与族人商量之后 决定一起奔赴福州府上告 可是福州府李俊为人昏庸 看了福清县审理的案卷 认为福清县审的有道理 便驳回状词 于臣两家不服 又向暗司上诉 暗司阳上险邀来聂司 巡检使司 进行三司会审 还请福州府李俊福清县张孝 闽县之县王少兰等一些官员在旁观审 公堂威严肃杀 一声吆喝 造诣如狼似虎 把贵湘与他表兄陈明亮带了上来 过去的衙门有条规矩 喊冤者要先受酷刑 陈明亮喊一声冤 暗司立即贺令将他拖下杖则 一会儿 陈明亮浑身鲜血 皮开肉绽 被拖上膛来 贵湘见表兄这等模样 早下的魂飞魄散 他想 招供成死罪 翻供也会避于账下 横竖都是一死 不如去招 免得皮肉受苦 于是 当暗司审过陈明亮 又来问他时 竟哭哭啼啼地供认了 陈明亮一听 感到很意外 便大骂贵湘 暗司并不理睬 叫贵湘化了供 仍依缘判 吩咐将犯人带下 带不闻下来 一律论斩 这时 官审的福州府 福清县官员如是重负 暗司也觉得此案审得顺遂 但他又故意动问会审各官还有何高见 那些官员只唯唯诺诺 一意奉赢 只有闽县王少兰一直在旁默默沉思 此时见暗司发问 便提出三点质疑 一 金银首士与龙凤金耳耙真赃为货 怎能就断他们道财 二 于 陈两人寄戏通奸同谋 为何两人不是当场被捉 于贵湘为何又坐以待擒 三 再细看两人外貌举止 一个是文若书生 一个是闺门若秀 岂是行凶之人 因此 原判险戏滥行曲贡 草菅人命 王少兰几句话 说得福州府李俊福清县张笑称目结舌 气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旁的官员听了王少兰的话 也有点头称事的 也有模棱两可的 他们都把眼睛看着暗思杨尚显 杨尚显却不以为然 但又不能驳回王少兰的提问 正在沉吟 福州府 福清县忍不住 气急败坏地挖苦道 守县既有此高见 何不接力此案 若能审出真凶实赃 我等干受处罚 福州府 福清县说这话 本是想讽刺王少兰的 他们料定暗思绝不会答应重审 王少兰也未必敢接审此案 谁知暗思想了想 竟然答应了 而且王少兰也欣然接受 这一来 弄得福州府 福清县很是尴尬 当下暗思宪王少兰在三天内审出此案 并将二饭交给他带回敏县收押 王少兰回到县衙 立即声唐审问 他不用刑罚 也不吆喝 先叫贵乡的表兄陈明亮 把事情原委 从头说一遍 陈明亮说了表妹成亲那日 自己在何处 所作何事 并且有人作证 至于表妹夫家发生凶杀事件 他伪时一点不知 王少兰听罢 立即出签 派行明师业带了差役 前往福清河时 看看时间不早 王少兰吩咐暂且退堂 第二天 去福清的师业回来禀报 陈明亮所功属实 这样 陈明亮不是凶手已经招然 王少兰心中暗喜 随即把于桂香提来审问 桂香除了提哭 任你怎么问 就是一言不发 好几次他似乎要说 却又咬着嘴唇忍住了 王少兰心中暗想 难道他真有奸情 不好意思开口 他表兄肯定不是肩夫 那么肩夫又是何人 王少兰晓得不敲开桂香嘴巴 一切是枉然 他只得吩咐带下犯人 下堂去找夫人 王少兰妻子白夫人 是个聪明贤惠的女子 曾经协助丈夫审理过几桩疑难案子 她见丈夫前来找她 知道又有什么难事 王少兰把案子和审问情况说了说 又道 看来于桂香定有难言之隐 宫堂上审问不便 可否将她带入后堂 让夫人盘问 白夫人完全同意 当夜 女镜子将桂香带进后堂 白夫人吩咐除料看左 桂香积翻过堂 受尽杖则威吓 猛然见到这位夫人这般和蔼 心中涌起了感激之情 白夫人看了她几眼 单刀直入 说道 太爷已问过你表兄陈明亮 她不是同谋凶手 看来你应该是知道真凶的 为何不说出真凶 却让你表兄无辜受罪呢 桂香一愣 哭得更伤心了 白夫人继续说 你知道吗 为你等剖名冤屈 暗私只给三天限期 你若再不把真情吐出 那时问成死罪 即死的冤枉 又被人臭骂 而且也对不起太爷的一片好心 桂香听到这里 干脆放声大哭起来 白夫人叫丫鬟给她一杯水 叫她想好慢慢说 桂香想 现在也顾不得羞耻 与其冤死 不如死个明白 于是 她鼓起勇气 把新郎核实进房 听了她的话怎样屏住上楼 她听见楼上哀了一声 新郎下楼时 她怎么问她 她怎样骗了首饰 和龙凤金尔爬走了等情 一一说了出来 至此 白夫人这才明白 桂香所以在公堂上不肯吐言 是因为已失身贼子 羞愧难言 当下安慰她几句 便吩咐女镜子把桂香带走 王少兰一直在隔壁房里 二人对话 听得清清楚楚 这时她一步跨进后堂 大声说道 审得好 审得好 上楼者乃丈夫 下楼者是贼子 这一点现在总算清楚了 次日 王少兰求见暗司 把重审详情秉述一番 请求暗司宽县期限 一定缉拿真凶到暗 暗司县她半月内破案 王少兰又要求去扶清县一趟 暗司也答应了 于是 她立即打电行装 随待差役 直付扶清 扶清之县张孝峰 闻王少兰已审出破绽 心里十分紧张 但表面上只好客套敷衍 王少兰不予理会 立即翻阅有关案卷 然后又去东张做实地踏刊 到了东张 王少兰向杨碧昌夫妇 询问了当日一些情况 就到圆栋房和阁楼上查看 那楼板上还留着死者的一滩 干涸了的血迹 随从差役把楼上每个香柜都翻捡了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 突然 一个差役翻开了一口反扣的大铁锅 发现里面藏着一件血衣 王少兰赶紧叫杨碧昌来辨认 问道 这件衣服可是你儿子的 杨碧昌细看后 答道 不是 王少兰又问 村中可有人穿过这样的衣衫 杨碧昌和帐房先生回忆半赏 答道 村中不曾有人穿过这等衣衫 王少兰心中明白 这血衣一定是凶手无疑的了 并断定凶手不是本地人 而是外乡人士 王少兰接着又盘查了宾客情况 杨碧昌忙去出贺一步 王少兰逐一查问 当问到663号龙文史时 杨碧昌说此人并不认识 这时 帐房先生回忆说 记得当日却有此人 他说先父龙一妃与杨家世交 本人外出经商 喜逢一亲兄燕耳新婚 特来贺喜 杨碧昌连忙说道 我的世交 并无龙一妃其人 帐房先生接着又说 那日人多且杂 模样记不清楚 好像是穿这样的衣服 王少兰心中明白 这个龙文史是个最大的嫌疑犯 王少兰在福清暗地里派人四处寻访了十来天 并无踪迹 看看限期已到 只好打电回福州 再求宽延时日 事有凑巧 这天 王少兰便服而行 走到相思岭 忽然下起大雨 他匆匆避入凉亭躲雨 这时 有两个人低着头 裹着一身雨水 也匆匆钻进亭来 看他们的形状 一目了然 一个是布范 一个是算命先生 只听的布范对算命先生说道 我们出门的人 就怕这种翻脸无情的天气 一会儿好天气 一会儿下暴雨 算命先生回答道 可不是 他凝了凝衣巾上的雨水 也问道 听你的口音 像是连江县人 为啥要来扶清脉部 布范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是福安人 一向在连江县城脉部营生 虽是小本生意 一家人还能口 可是 前不久来了一个扩人 开了一盘布庄 连日历式拍卖 不几天就抢了我们这些 小本生意人的饭碗 我只好跑到这里来了 说罢 又怨叹不止 算命先生听了身表同情 接着 布范又对算命先生说道 听说福清闹了一个大命案 王少兰这位老爷也去了 算命先生冷冷一笑 说道 去有什么用 为道者早已远走高飞 哪里还有待在原处 让他束手待擒的 一会儿 雨过天晴 两人一起走了 王少兰心里很不适滋味 但转念一想 觉得算命先生言之有理 贼人一定逃往别处 他又怎能守株待兔呢 王少兰移到福州 马上向暗司禀告案情 并要求再宽限三个月 暗司见案情有所进展 也只好应允 王少兰告辞时 暗司郑重地说 三个月若还无消息 就羞怪本思不留颜面了 王少兰诺诺而退 他回到县衙 聚集一般造诣捕快 分几路到附近几个县茶坊积拿 他又想起不犯的言语 觉得连江这地方重要 就差干练的捕快王龙 赵虎带了金匠嫩涕 一同去连江茶坊 且说派往各处访茶的人 陆续回来禀报 一点踪影也无 王龙 赵虎到了连江 便服潜入四乡真寺 也没有消息 三月限期不觉过了二月 王少兰坐卧不安 严厉仗则差役 打得他们喊爹叫娘 时光一世 不觉已是上缘佳节 连江街头 家家户户 张灯结彩 一派欢乐景象 入夜 彩高敲 敲石番 说平话 五龙灯 撑花船 放里花 热闹非凡 王龙 赵虎也受了几次责打 愁眉苦脸 闷闷不乐 这一日 他俩约了嫩涕 到一家清静酒店 孤酒交愁 喝了一回酒 又到街上游玩观赏 这时 灯火辉煌 游人如云 他们三人走到连江石桥上 忽然 嫩涕看见一位穿戴华丽 满头朱翠的中年妇女 抱着一个小孩 从他们面前走过 那妇人头脊上 粘着一只金黄黄 明灿灿的龙凤金耳爬 嫩涕赶紧扯了扯王龙 赵虎 富尔嘀咕了一阵 便暗中紧紧跟住那妇人 那妇人和邻居全宰扫边走边谈笑 向北街走去 王龙 赵虎和嫩涕各相聚几步 紧跟不放 那妇人来到河边一家布店跟前 与全宰扫到了别 进店去了 王龙 赵虎抬头一看 横扁上写着龙光布装四个字 他们暗记在心 走到附近 向一个老人打听龙光布装和老板的来历 心中更有数了 王龙叫赵虎 嫩涕留下 自己连夜求见连江县胡太爷 请他出补票缉拿凶手 连江县胡太爷一听是这样 急忙派差役拿了补票 携同王龙 赵虎等人 围住了龙光布装 原来史文龙在扶清作案后潜逃到这里 变卖部分金银首饰 隐姓埋名 开了一间布装 他这时正在后厅与季妻饮酒作乐 呼听一阵泪门声 心中不免蹊跷 犹豫了一下 吩咐妻子前去开门 门一打开 史文龙见来了一般差役 知道不妙 正想逃走 哪知道前后门都有拆一捕快把手 脱身不得 他见妻子头上的龙凤金耳爬被嫩涕 一手夺了过去 急得狗急跳墙 向嫩涕猛扑过去 却被王龙 赵虎一把扭住 用铁链把它锁了 他们又把布装里里外外搜减一遍 果然搜出了那些金银首饰 不过有好几件已被变卖了 王龙 赵虎向连江支县胡太爷道了血 连夜将史文龙截往福州 勤道了真凶 王少兰好不高兴 吩咐立即声唐审问 史文龙初时还想抵赖 说他名叫龙光 不叫史文龙 直到支县王少兰拿出那件血衣和茶超出的脏物时 知道抵赖不了 只好一一招任 在场的杨碧昌听了如梦初行 半赏作声不得 冤情大白 王少兰将史文龙判成死罪 下在大牢里 贵乡和表兄陈明亮当堂释放 二人连连叩谢青天大人 于是父姐弟悲喜交集 谢了支县王少兰 就回福清去了 对杨碧昌错告无辜 福清县福州府官员胡乱判案 挤住冤狱 险杀无辜之事 王少兰也一一报请案私定夺 从此 清官王少兰制断冤案 在民间传为美谈 并非 有不来的 感谢观看